有了神搞之后 这座钻石岛跟纸巫斯的 一敲就是白米江山 一敲又是白米江山 只需要三白斧 就能挖空整座钻石岛 爽歪歪 爽歪歪 看着白米包金银气透 白壁无瑕的钻石怪 改天拿完米给弄物圆盖别墅 每天做梦都能笑出声音 哈哈 还没玩了 挖空钻石岛 还有土豪金岛 同样的招式 一搞下去 瞬间下起金色的雨 诶 连宝箱都躲无可躲 好多火金背包呀 米玉剑飞行好用 落脚点差稳的 哎呦 不一会就塞满了整个背包 回家整理一下 我的精英财宝也太多了吧 感觉很不安全 我需要集到一个小伙伴来担保镖 工资100克赚十一天 有没有叫伙伴来帮我看管呢 输输报名咯 挖了两天换也够累的 整天吃辣条也容易长口腔贵羊 所以呢 我决定去蔬菜岛 吃吃蔬菜 干净又卫生 哇塞 秋天的金房 成熟的味道 北方人吃小麦 南方人吃水灶 还有胡萝卜 土豆 多吃青菜 少吃辣条 豆豆远离我 记得哦 在玩又中围去 可持续发展 才会衣食无忧 有了那么多蔬菜 未来几天找神器 但也不怕饿啦 好 神器 我打忘了 每个宝都有神器 说不定蔬菜岛有蔬菜神器 能变出各种蔬菜呢 嘿 这就找到了 像那啦 哎呦 点宝箱会注冻最低 可要点出大事 还是老老实实登记 依赖我的小传手 点宝箱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哇塞 是银和变身器 还有十块钱 直接变成 变成 嗯 我也不知道谁 发的太离谱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我变成哪个奥特曼吗 变成谁不重要 重要是我有了奥特曼的能力 看看这群骷髅怪 打到要怎样 一兽三就满血 更何况 我稍微走位一下 他们就永远打不到 奥特曼真厉害 站着被你们狂欧 都打不死我 真是给你们机位 都不重要 那轮到我 吐吐吐了 有了奥特曼的力量 消灭怪物都轻松很多 轻而易举的搞定 一搞破开机台 发现宝箱 又是一把飞行件 离开怪物岛 我来到了沙漠岛早神祭 狂风暴雨 虽然不能阻止我寻宝的甲步 打到了 魔刀之刃 这是五六七弟弟的神迹吗 今天又是打丰收的一天